《教科書》 Book 2 第九課 《玄洲運動》 353 頁 第一至三題 這條說到有一架飛機 它有200mps 的速率飛行 現在正在走一個圓形軌跡轉彎 圓形的半徑是10pm 即是10x10的3次 即是10x4次這麼多米 第一個問題就是 乘客所需的向心力是來自甚麼 首先我們溫習所有的飛機轉彎 它一定需要機翼傾斜 為何它需要機翼傾斜 因為它需要一個向心力 當飛機這樣轉彎時 你怎能提供向著圓心的力 我們就想像 如果飛機沒有傾斜對翼的話 基本上它只有重力向下 接著就是飛機的氣流 對它的承托力就是向上 即是說承托力的空氣的reaction 就是向上 這樣就來不到 即是不會有一個向心力 如果你需要向心力 即是說你轉一個這樣的圓形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向著圓心的力 要怎樣呢 就是你的肌翼就要傾斜旋轉 飛機的角度 我們比較一下 甚麼是機翼旋轉回飛機的角度 剛才這個就是飛機的發線 我們就將它和這個 轉了飛機的角度 那麼多度 機翼比起剛才來說 都是旋轉了飛機的角度 即是說 發線是旋轉了飛機的角度 我們去看看 就是說重力是沒有變過 都是向下 但是反作用力 因為是會和發線是相同方向的 那麼我們就發覺 這個就可以拆了一個打直的分量 我們叫這個做Ry 還有可以拆了一個打 我們叫這個做Rx 剛才說過 就是如果你的肌翼旋轉飛機那麼多的話 這個角度就會是飛機 那麼我們就會發覺Ry 就會是等於Rcosθ 就可以拿它來支撐的重量 這個就是我們的1號式 而這個呢 就R的水平分量 就會是等於Rsθ 是沒有東西跟它抵消的 於是它就是一個淨零 就可以作為一個向心零 所以就會是mv2次除R 這個就是我們的2號式 好了 那麼我們回到這一條的題目 第一個問題是問你 乘客所需要的向心零的來源 那麼你就要留意 乘客 這兩個乘客 坐在飛機裡面 就不是跟它們能夠作用在它們身上的力 就全靠座椅給它的反作用力 跟剛才的原理相同 就是剛才的原理講到 那個椅呢 就因為它將椅斜了 所以這個反作用力就會向著這個方向 那麼向著這個方向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說了 由這個R提供的這個水平分量 的反作用力的水平分量 就是x分量 就可以作為向心零 所以這題 飛機乘客所需要的向心力 就有一個座位給它的 就不可以來自飛機的 飛機不是直接碰住它的 是座位才直接碰住它 可以向它施力 其實是那個座位給它的反作用力的水平分量 跟著第二題的要求是什麼呢 第二題的要求就是 所需要的向心力和重量的比例 同學我們剛才講過 現在要求計的就是 向心力和重量的比例 剛才講過就是 那個向心力就會是mv2次除R 而重力就是mg 我們發現這個 然後我們把m弱了 就變成v2次除Rg 那就代回200 2次就是速度的2次 除半徑10的4次 那就除9.81 計出來是0.407747 觀看最接近的答案 就是0.408 所以第二題的答案就是b 去到第三題的就是 這個時候要求計個甲角出來 剛才我們看過 原來有兩條式的 如果我們要求計甲角的時候 我們就要組合這兩條公式 怎樣組合呢 就是Rx除Ry 那你說誰除誰 本身無所謂的 但因為經驗 我們就發覺這樣會更好看 為什麼會更好看呢 因為這個就是Ry 而Ry 就是Rcos 那你就會發現 這裡就會弱了 那就會是tangent theta 那就很方便可以計到角度 那如果跟數字的關係 是Rx的數值 Rx的數值 Rx的數值 就是mv2次除R Rx的數值就是mg 好了 有了這個之後 查了 咦?你會發現 我們跟剛才第二題 計的東西是一樣的 v2次除Rx就是0.0407747 那所以 即是說tangent theta 就是0.407747 於是我們嘗試 計回角度出來 計法就是tangent 還原tangent 還原tangent 0.407747 等於 那這個theta就是22.1830 即是22.2度 那這個 就是 這題所有的答案 就是b